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欢迎大家来提问 回到这本书 那我们首先呢 我要想问教授 我们第一个你喜欢讲的 关键词 这本书的关键词呢 就是书名 二十世纪 中国 小说 但是呢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重读 也特别有这个现场 特别是这个现代的意义 是不是请教授 您讲一讲 您那个对关键词 您怎么考虑的 先谢谢这个毛总编 也跟有些听众介绍一下 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你 香港商务运输馆的总编 这个毛永波先生 我也借这个机会 先谢谢你们 这个去年出了我这个书的 这个 据说还重印了 是吧 这个书 对啊 那么在香港 这个出书是 这个很难的 现在这个 在这个电子媒体的压迫下 我们出版业 到处都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据说这个书还重印了 更叫我荣幸的是 今年这个 有机会出 精装本 和毛编本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 这个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特别是毛编本 据说鲁迅当初都很喜欢的 这个毛编本 所以最近你们再版的这个 精装本 毛编本呢 我到时候我也要拿来自己留个纪念 这个职业比较好 所以我这个 这个 一个人的读书 笔记啊 能够能够在这个 商务印书馆这么 一历史悠久的这么大出版社 能够这样的再三出版 那个是我非常荣幸 这个是我第一要感谢的 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把书名拆开来变成了一个 几个关键词 那 这里的确每个词都可以解释半天 我有个同行 当年他就有这个办法 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历史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是特指 五十年代红日红颜啊 这些作品 可是我这位朋友黄子平呢 他就把革命历史小说这六个字 拆成三个概念 革命一点 历史一点 小说一点 小说后面没有一点 就加了两个点 这就变成了三个字了 就革命历史小说 中间充满了各种可以讨论的地方 那我也是受他的启发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 你想 二十世纪 中国 小说 这三个都是可以独立成为学科的 那中间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深 那 如果要足以注解的话 也可以讲的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中国 这个二十世纪文学已经不是我个人提出来的 就是中国作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们想好了要写中国 这个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在写他们的国家 但是有很多作家他不是这么想的 比方说佐拉或者莫珀桑 他未见的想好了要写法国 那么像托尔斯泰他们 他们是要写俄罗斯 非常重要俄罗斯 但是结果我们都觉得他写的不仅是俄罗斯 他写出了人类的很多 不要只说今天如果有人说德斯特亚斯时期写出了俄罗斯的灵魂 肯定人家说你这个是贬低他了 因为他写出了是人类的某种灵魂 因此有一种学术界的苛求 这个夏之清提出来的 他就是认为中国作家一直赶食忧国 他用了一个英文obsessed with China 准确的翻译是为中国痴迷 他的批评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我们称赞一个作家的时候 如果说他是为中国就像白露源 他说他要写中国的民族的记忆 民族大概的这么一个意思 他引了巴尔扎克的话 我们都觉得他这个理想很高大 而且这个作家很雄心很高尚 可是呢也有评论家说 你老想这个中国 所以你出不了世界大作 所以你看单单是一个中国跟小说的这个关系 就非常值得争议了 当然也有人评论说 夏之清虽然批评人家念之在之的讲中国 可是他自己也是 就是为了中国的文学而找你 单是一个中国 第二个概念刚才讲了小说 就是小说 小说是叙事体 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 讲好中国故事 最接近于中国故事的文学题材 就是小说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可能不是我原来的初衷 但是人们是可以把这个一百部小说 作为一个经过这个时代发展的 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故事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中国故事 因为我挑的都是最最畅销 这个当时最有名的故事 我得承认 我选择作品的时候 并不完全从艺术标准出发 比方说巴金 他最好的作品 我觉得是韩业 可是我选了他的奖 为什么呢 因为一千万的人读他的奖 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 一百年来 中国人自己最喜欢的中国故事 那就是我们讲了中国 讲了小说 二十世纪 这个概念对我是致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里边 这本书里边的一个出发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现当代文学 从鲁迅约大夫开始读起 或者是像我这样 从梁启超 李博元他们读起 非常非常的不同 还有根本性的差别 这个我在书里 特别的列举了这个原因 所以呢 我没有信心 我的书能够改变 现当代 近代 现代 当代三个学科的分类 但是我觉得 不要太局限于某一个时段 拉开来看 这个对整体的看法就不一样 第四最后我还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重读 重读什么意思呢 这是个实际化 因为这些作品 这个近百部作品 我教书二三十年 上课无数次 这些作品多多少少 我都看过 有的看过很多次 像《骆驼祥子》 《编程》 看很多次 所以真的是重读 但是呢 我又想特别讲 强调一条 因为我这本书的写法 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 叫老方法新问题 老方法 说简单一点 就是老老实实的读作品 我个人觉得 现在大学中文系里边 强调理论 强调文学史 强调一些 这个非常fancy的概念 因为大家都要写论文 但是对于基本的文本分析 反而被忽略了 你不相信写一篇论文 你投到一个杂志去 你的标题 你比方说 你说我 我重读生死场 对不起 一般是不会有人用你的 你一定要变成什么 生死场的生成潜意识结构出单 以弗洛伊德和 谁谁谁 这个 这个 拉康的理论 做切入碟 这篇文章 比较有可能被用 当我批评人家的文章 学生的文章 写的这么花里胡哨的时候 他们就说 徐老师 你这个重读什么什么 我们去投稿 就是不会被用的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书 坚持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陈平原评论过 他评论赵远 他说这个叫老方法 老实的 老实的方法 但是我自己发现 我用这个方法 我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五四跟晚清的关系问题 延安文艺是不是 重新出现晚清的官民矛盾 和中间的对立的结构等等 我就通过老老实实的文本的 这么一个阅读得到 所以 你的问题对 这个四个关键词 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中国 中国故事 小说 是一个我的文体 二十世纪 使我们把这个整个 几个学科打通 另外一个重读 强调的是文本分析 在这刚才的主题词之外 我还要再加一个主题词 就您 书中啊 这次呢 特别重印之后 修改一部分 特别提到 还要增加一个主题词 并是革命 这个呢 是也接着刚才您讲的这个 你用这个老办法 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实际上呢 您说的是 发现每个作家 都在写论文 中国社会 各阶级分析 这个 很特别 而且您里边的每一个细读呢 非常详细 你可不可以在这里 再给大家 把这个方法 这个发现 再多讲一些 这个我原来也没有这么想过 我选这些作品 主要是因为 他们在文学史上有名 因为作品不是我选的 所以我的阅读的观念呢 我才比较可以相信 因为假如都是我选的话 我可以选择对我有利的例子 但现在不是 这些作品是人家有名的 有的我并不喜欢 包括17年那些作品 包括文革的作品 我也拼命找 我发现 这些作家 有意无意的 从梁启超啊 鲁迅啊 一直到现在的余华啊 这个陈忠实啊 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法 写中国故事 讲好他们的中国故事 但是呢 我就发现 这些中国作家 要讲中国故事的时候 他们至少在我看来 我用老方法读 就是你小说里的人 你先要搞清楚 他是什么人 那一百年中国 你不能否认我们那条主权律 是革命 不管你当初 人人都要讲 不讲就是反了 后来要大家忘掉 要大家这个 这个话叫怎么说的 叫告别 这个你告也告不别的了 忘也忘不掉的了 你天天讲也没有用了 我发现这些作品 他一定会有 比方一个作品里面 他一定会有 在我看来有三类人 是一直出现的 一类就是知识分子 一类就是 以农民为主的大众 第三类就是各种各样的官员和干部 那这个当然我讲的是官员干部是中性的 他可以是晚清的贪官污吏 可以是国民党里边很坏的官 也可以是我们共产党很好的官 到现在很多很复杂的这些形象 到三体里边的张北海也是官 但是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很惊讶的一个发现 因为在我们的文学 现代文学研究当中 历来的定论 就是说现代文学的最成功的两类人物 一类是知识分子 一类是农民 所以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在看那些小说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也许到目前为止 现代文学界提的人比较少 我发现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第三个就是官员跟干部 是农工商 是有了农有了 工商不那么重要 在这些作品里边 但是干部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毛主编讲的对 我这个中国故事一百年 我们不管是从伟大胜利的角度 还是从经验教训的角度 我们都要证实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贯穿了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就是革命 这个革命创造了无数的幸福的生活 改天换地 但是也有很多曲折的道路 那么在不同的小说里边 它都贯穿着不同的革命故事 从这是大的空泛的讲 我举一些小的例子 我自己都很惊讶 我没有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 毛主编 我们大家公认的一些最好的小说 比方说张伟的古船 白鹿远 这个陈宗使的 甲平蛙的古炉 这个墨炎的生死疲劳 于华的活着 包括罪性的文成 格飞得了百万奖的望春风 这些近年来最出色的长篇小说 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啊 他的主人公不是地主 就是地主的儿子 我呆掉了 这就是我姐姐分析的 我这个没有批评 就是这个不需要做什么批评的 你去找 你看福贵活着 这里边的主人公都是 我就说中国农民有这么多 就算在乡下也有地主 有富农啊 中农啊 平农啊 故农啊 你们为什么老是写 这么一些地 就是陆林的小说 叫财主的儿女们 等于预示了80年代以后 而中国这些小说 都是要反省 整个20世纪的革命历史 所以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从理论出发 我也没有这个功力来总结这个理论 但是我通过这个将近一百部作品的阅读 而这些作品好 不是我说好 我刚才提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矛盾奖的获得者 都是已有定评的 当代现在讲的什么当代四大名著 白鹿园啊 这个活着啊 平凡的世界啊 都是很重要的候选的作品 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力气 来写农村的阶级斗争 写财主的儿女们 所以这个你说的对 这个20世纪中国小说 从读看出了革命故事的各种变化 再讲回到那20世纪 20世纪这个呢 因为我们现在讲座呢 我们说中国近现代小说 但是我们的这里的书呢 我们就用20世纪啊 来涵盖了这个概念呢 等于说你把文艺小说的这个起点 亮度的不同 有人是把你把它放到晚清 这个重要的差别 也跟你刚才讲的 跟官场小说 官员的角色 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这个官员的角色 不是从晚清小说开始 如果讲那个 对就没有 确实就没有一个源流问题了 所以在您的书中 很多人呢 我们虽然看的是 就差不多一百年之间呢 这样的一些变化 但是呢 你会从 现在的小说中 看到早期啊 他们那些影子 甚至一些模型 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 你讲到邵剑波 这个怎么样表现 他的一个形象 说这个橙色的皮带上 变了一个玲珑的手枪 这背后呢 意思的是 这个男女 公子公主啊 这样的一个脉络 所以这只是一个角色 但实际上您讲的很多人物啊 特别是 都有呈现了 你刚才讲的只是举官场 或者地主 地主的儿子 但是好多人物啊 都有这样一个严惩关系 这个呢 我就在想 就是说你那个书呢 是重读 并没有把它说 我要写一部 中国二十世纪小说史 但是呢 这里边史的这个 大的背景啊 这个线索啊 若隐若现了 那您是不是 还是要准备写史呢 是有 后来有采访我的人 有别的传媒的人 把它称之为说 是个另类的文学史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称赞 因为我非常佩服写史的人 那个现在这个 这个最流行的 钱里勤 吴富辉 温如敏 他们的现代文学三十年 包括当代部分 洪子成的这个 当代小说史 那都是我非常佩服的 尤其是吴富辉 最近还有一本个人 据我知道的 王德威 联合了全世界 一百多个汉学家 最近也要出一本 中国现代文学 那是从明朝开始 一直讲到文革以后 所以这个文学史的写作 在中国 在我所参与的这个学界 是一个热门 那我虽然没有说这么 我不敢说我在写史 但是既然把一百部作品 放在一起 顺时太冷 按时序的讲 那这个点连起来 我们知道很多的点 连起来看就是一条线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 史的观念 跟史的见解 比方说你刚才讲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为什么要从二十世纪开始呢 不是为了好玩 因为在学术界 现代文学的起点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一个争论 这个有些人认为 就应该从1895年开始 因为1895年 中国出现了第一部 专门的小说期盼 就是发表海上花列传 这个韩邦庆弄的 但是呢 我们的国内学术界的主流呢 是抵制这样的说法 因为他认为 如果把起点放在晚清的 尤其是世纪末世纪初呢 他们会觉得 贬低了我们五四的伟大意义 但是我呢 我是因为用了二十世纪 这个时间概念 所以 of course我就可以用 梁启超的 1902年的小说 而这个小说呢 他对于中国的整个 政治前途的预测 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呢 他也是除了三体以外 神魔奇幻 这种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作品 所以我理直气壮的 把梁启超放在最前面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看晚清四大名著 他们的主人公都是官 因此 由于你从晚清讲起 因此我就发现了 这个也许是我这本书 最大的学术贡献了 就是才发现五四整整二十多年 从鲁迅开始 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之前 五四文学是不以官员干部 国民党干部也算干部了 是不以官员为主要人物的 而之后 42年小而黑结婚之后 官员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 又成为我们文学当中的一个 主要的人物形象 换句话说 毛主编本来我们理解 延安文艺是开辟了新时代 五四的文学没有阶级观 我们延安才有了革命对反革命 出现了 这是意思是延安这个东西是全新的 可是在我的书里 我想证明延安所提出的 官民对立和中间模式 中层的中 间是间层的间 中间模式 这么一个模式 在晚清已经有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后来的革命文学 是延续了晚清 而五四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那至于这个原因 我讲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 这个基本论述是跟我华时段 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差这几年 多这个几部作品有什么关系 很不一样的 你这个现代文学 我以前现代文学就从鲁迅读起来 我读的就是鲁迅长狂而计是第一篇 反空见 那个约大夫是第一篇 我还写了书呢 我还写了论文呢 但这次仔细读了以后 我发现五四文学的四个基本点 我看看我在这里写了没有 四个基本点 白话文 敢识幽国 批判写诗和这个凡礼教 其中有三个在晚清都有了 晚清小说是白话文的 晚清小说敢识幽国 晚清小说批判谴责 仅仅的不同是 你是德赛先生还是保卫儒家 如果只是这样 四分之三 五四都是晚清有了的话 那王德威的观点 什么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就站得住脚了 可是我说不 那我不同意 因为什么 我指出了另外一个关键的不同 就是晚清的小说 写的是用我的概括 事件官其名 就是官员等跟民众的矛盾 是中国全部社会的最重要的矛盾 也就是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 但是五四不同 五四不是说 我们打倒了一些官 人民抢过了这个官位 事情就好了 鲁迅写的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故事 鲁迅要批判的 是官跟民共享的国民性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讲就是被人欺负 然后还欺负别人的这种奴性 这个才是五四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强调 我很庆幸我能够把这个 整个这个书的起点 设在梁启超 而不是设在鲁迅 这是根本上改变了 我对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理解 就好像这样说 我们评为一个人 从两岁开始评和从十二岁青春期开始评 是不同的 对这个人的全部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 他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在五六七八岁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都已经决定了 而我们过去把晚清跟现代文学割开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弱点 这个正是我想 如果你说这个是某种改写文学史 这在文学史写作上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的变化 因为在之前呢 确实很少从晚清开始 那我在看 就是在你那个书中啊 是按时间序来排作者的 当然呢 中间呢 您在书中特别讲了 为什么要按时间序 因为别的序不好排吧 是不是 对 我其实时间序 就是为了表达 我对这个中国现代小说史 甚至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某些看法 用这个方法来排 尤其是比较三十年代 我非常重要的排了鲁迅 两个口号之争 我我里边有一些章节 陈平原后来说 你这个不是在讲讲说吗 我每一个时代找出一个作家的一天 讲他的恋爱 讲他的生病 讲他的稿费 讲他不相干的事情 讲他开会 还有一章甚至是讲我跟王阿姨认识 我跟韩少公开会 Why 就是因为我有个想法 我要再现中国作家的生态的变化 而这个生态我没法展开讲 我就每一个时代找一个人 当然了 我有几章后来在内地出版的时候就 啊 被裁掉了 这个我我我非常感谢上海三联 啊 这个尤其是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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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感谢 呃 因为我这个书最早约稿 是是看理想 是刘瑞玲他们约稿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帮我出简体本 但是我还是遗憾 因为我有些重要的章节 在简体本里面啊 被处理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有些朋友问我要不要买这个繁体本 我觉得假如你对某些章节有兴趣的话 你应该买 我特别记得的话 我有一章是讲1942年 萧军日记记录的 他跟毛泽东的谈话 和延安文艺座谈话的背景 我说实在话 这一章我写的非常仔细 非常认真 后来全文都在北京的新文学史料里面发表了 可是在简体版里面就被拿掉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 为什么可能牵涉到什么 我还有拿掉的是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 这个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还有老舍最后的一天 1966年8月 这个60年代我找的一天 就是找老舍自杀的这一天 因为我这一天我还做过节目 我做的非常详细 这一章也拿掉了 还有我叫我遗憾的就是 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 是我觉得当代作家里面很难评论的一个作家 因为他牵涉到他的比较偏左的立场 又牵涉到一些宗教的观念 也没有 所以我谢谢你们 我的目的是想谢谢你们 在你们的版本里面 这些都保留了 我也谢谢徐教授 因为您的书 在我们的出版史上 也创造了一个记录 您这本书 我们实际上有五个版本 一个是五个 为什么呢 你看看 有第一个我们最早出了一个瓶装的版本 今年有这个 金装 金装的吧 内容还有变化的嘛 然后呢 后来呢 我们出了这个毛编本嘛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这三个了吧 然后呢 还有两个版本 是特别的 是金装本的签名本 和毛编本的签名本 那可是实在在的签名啊 你赶紧想一想这个签名多不容易啊 在疫情组合的时候啊 我千里迢迢来回交换了几次页子 而这个叶子不是贴上去的 是实在在的签完了就印上去的 就是实在在手签的 这个事我要感谢 这个事确实的 所以因为因为开始这个读书会之前呢 很多的听众呢 都已经等待了 等待呢 他们提的问题啊 最多就是这个 就是你的繁体和简体 有什么不同啊 那我说这得 徐教授自己说了 那我看到的不同呢 我简单说一句 豆瓣平分不同 繁体版 9分 这很高了 9分 简体版 8.5分 所以呢 这个事啊 我是觉得呢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所以呢 在刚才的很多读者啊 听众啊 就特别关心 你这两本书啊 实际上的差别不小啊 差了十分之一啊 就是说我们一千一百页中呢 有一百页不同啊 一百多页不同啊 所以说呢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在这里呢 就是在一个小广告 我就说我们确实不同 刚才回到刚才提的问题 因为我为什么问到 这个文学史的这个写作 实际上也 刚才您也提到 提前面都讲到了这个 就是在每十年呢 都把作家的一个生活场景啊 呈现出来 这是非常特别的 没有书这样写的 它实际上呢 等于我是觉得你是在把 小说 人 作者 和中国的历史的演进 再把这些多方面的信息啊 注入进去 使得现在的人呢 能可以啊 重新置身其间 可以啊 再次用自己的阅读啊 来发现 就文本的意义 所以您在书中呢 特别讲到 这次呢 是从文本阅读的角度 去来写作 那我 我自己啊 就是感觉啊 实际上呢 你是带着读者啊 一起参与 这个小说史 或者文学史的 一个 重新啊 再创造发现 我的这个 这个意义呢 非常大 因为你是在文字和这个 这个 中国之间 你刚才讲 中国故事之间 他做了一些 投射的这种关联 使大家呢 更容易呢 通读文字 或者看中国故事呢 互相的印证 我不知道 我瞎 瞎说的 这点啊 是不是 是不是有 有没有 这个可以继续 那我自己觉得呢 本来我觉得 应该得十分 为什么得九分呢 我后来我想一想 有道理 因为你写的呢 不是满数 你写了九十三本小说 应该写一百本小说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想呢 一定 因为 读者也听众也都说了 你写的书 好多东西还没收进来 包括呢 一些 香港啊 台湾呢 也是作家 虽然我们的书中 已经说到了 那个是 按下不表 另做 另有安排 我想现在看看 您对这个 把它冲向十分 有什么考虑啊 对 不可能十分的 这个 豆瓣有九分 我就非常满意了 这个 十分 这个是第一 是不可能的 第二 也未见的是好事 这个 太圆美的事情 就是有 有大问题的 大问题 台湾 香港呢 我是 尤其我在香港 教书多年 我教香港文学多年 我还有计划 要研究香港文学 所以我这个是要以后 专门来写书的 我如果把它 作为一个很次要 或者不明显的 一个位置 放在整个 中国小说的 这个大的框架里边 我觉得这个 格局上不合适 所以我这个留待以后 另外我呢 现在也在做一个音频 将来也会变成一本书 就是讲最近二十年的作品 这个 就等于是这个书的延续 那会讲到铁宁啊 这个 这个 甲平蛙 王阿易啊 这些作家的 新作 还有一些 这些年 非常值得重视的 比方说 格飞啊 金语成的繁花啊 这样的一些作品 我在这些作品当中 我的个人的看法 近年来的作品 出现了一种 碎碎念的 细密写实主义的风格 但同时呢 我现在也在看 双血涛啊 他们的这一辈的 作家的作品 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描写 又是另一个角度 很有意思 我这个 始终觉得这个 据说是胡乔木 帮毛泽东改的这篇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啊 是我做文学评论的 很重要的工具 我发现用这个 阶级分析的角度 来评论今天的 很多最新的文学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至于你刚才讲的 为什么要讲到一些 作家的生态 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整本书 用的是新批评的 一个基本方法 就是文本大于作家 这跟一般的文学诗不一样 一般的文学诗总共一个阶段 谁谁谁谁谁把作家分类 我是讲文本 但是我不能完全不讲作家 所以我就用了他生态的这条线 来显示 我想说的事情就是 民国时期的作家 跟后来当代文学的作家 他们在生活方式上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作品 也有很多的不一样 也许从非常严格的 专业的角度 人家会提出批评 你这个是在讲作家 不是在讲小说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关系 我自己觉得 我最大的一个使命 或者说最大的一个要求 就是因为中国故事 现在谁都讲 但是我列的这个九十几个作家 他们的故事 是不是现在人重视 是当年 当时的中国人 大部分人都接受 觉得他们的作品代表 比方说三十年代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妈妈跟我说 他小时候看巴金的家 就是他 我的外公是个银行 开银行的 我妈妈是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可是他居然还看家 就使我想到 我们读的这些作品 是中国人过去一百年过来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录 所以 我的书里边 忘了在前沿海的后纪里 我引了老残游记的一句话 我们这个一百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要看清楚 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你回头看 看了过去的路 就知道以后会怎么走 这个是我的真的是一份奢望 但是我所依赖的 其实不是我自己 就是因为这些作品 他有这么多人喜欢看 或者你不管怎么批评他 他有近千万的读者的销量 近千万的人觉得 你假如说他这个小说不好的话 那你也要面对一个现实 为什么近千万的人会甘心 关心这个地主的儿子的 这个几十年的境遇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书 要是能够在这个层面上 解答这些问题的话 我在专业上的这个疑问 突破了什么 那我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 所以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支持 我们也多谢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其实在去年的书展说 你讲到呢 这本书是你写作最困难的 在有一个 你从上海飞到香港 结果被拉到要检疫 现在呢 你从香港飞到上海 你要被隔离吧 今天是隔离 然后是封城 那现在呢 我记得你上去年的书展的时候 讲到呢 你反而在这种情况下 你开始思考 因为你被检测检疫的时候呢 你说你拿出纸了 我开始写这本书 而我 我觉得你是写的是 讲到是 财主的女儿们吧 财主的儿女们 儿女们 对对对 所以您在此刻呢 在上海 向大家 在这时候呢 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我代表的一个 各位听众 请衷心的感谢 那现在呢 我们开放 的问题 如果大家可以直接 也可以提问 也可以呢 写小纸条 所以说呢 我看一看哈 这个有一个问题问了 就是徐老师 能不能稍微讲一下 五四 与八十年代小说的关系 在您看来 是否有一条 或明或暗的线索 一般认为 五四跟八十年代 是二十世纪中 和小说的两个高峰 但是我们不要误解了 不要说两个高峰之间 就一定是低谷 不要做出这种 推论 那么八十年代小说 他在坚持人道主义 批判国民性 各方面 他都是坚持 五四的这个 基本的精神 那 最好的作品 也都是 学习鲁迅 和张爱玲的 文学作品 所以是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 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 他跟五四不一样 他时间长 他要包 如果算到现在的话 他差不多有四十年了 他比五四的时间长 所以他的长篇小说的成就 就要大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讲 四大名著 当代四大名著 像白鹿园 像平凡的世界 像长恨歌 他在体量上 已经超过了二三十年代 但是你要说 从艺术的最高峰 我相信也没有人说 他超过鲁迅 但是这两个阶段 是相通的 现在有人问了 重读鲁迅 什么时候说出版 最后我记得了 去年呢 是您做讲座 是重读RQ 点点 奴才 还是奴隶 现在有人问了 你这个重读鲁迅 什么时候出 我这个音频呢 已经完成了 而且呢 现在 我忘了是读家 还是转 到了看理想去 我现在呢 在目前的工作完成以后呢 我会把它变成书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 我也很想跟读者交流 因为我有两种改法 第一种改法呢 因为大家知道 鲁迅研究是一门写学 光辉还是谁 开玩笑 说鲁迅的小说里的 每个字上面 都爬满了很多诗子 所以呢 我要把它变成一本 常规的鲁迅研究 而且北大出版社约考 那我就要花很多的 考证的学术的功夫 但是也有没有跟我说 这样的书已经很多了 你从自己的角度 从你现在的角度 讲你重读的感觉 鲁迅的关键词是 奴才与奴隶 而鲁迅是受尽了屈辱 鲁迅跟朱安的关系 就是被人欺负又欺负人 等等 你如果从你的角度强调 它就有价值 所以我现在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到底怎么来改写这本书 但是anyway 我这个有生之年 从读鲁迅总归 要把它写出来 谢谢朋友的支持 现在呢 很多人呢 举手要求发言 我要开放 直接向你提问了 那我先 开放这个 这个按一下 可以啊 他是要允许发言 可以吗 他应该可以发言 有一个 请发言 请提问提 徐老师 您好 可以听见吗 听见 徐老师最近正在 读您写的那个 细读 那个张爱玲 感觉特别受到感动 然后又反过来 读了张爱玲的那本 散文叫留言 我觉得张爱玲 真的是跨越一个时代 然后写了很多问题 是我们现在又重新 面临的问题 我想我想问一下 徐老师的问题就是 对于张爱玲的小说 和他的散文 您更欣赏哪一个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张爱玲 算上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小说家吗 不要 不要 随便用伟大这个字 我的老师 钱古龙先生 就跟我说过 他知道我喜欢张爱玲 有一次谈话的时候 就跟我说过 说鲁迅是伟大的作家 张爱玲 沈从文 这个钱宗书 他们是杰出的作家 所以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约定俗成 当然你觉得他伟大可以 但是我要做评论的话 我就会屈从于学术规范 我不用伟大这个字 但是呢 张爱玲的确是 越来越受读者老百姓的关注 这个 你的问题是小说好 还是散文好 我告诉你是这样 张爱玲的小说 怎么回事 OK 可以说吗 没问题 张爱玲的小说 是写给 女性读者看的 当然男的也可以看 无法 张爱玲的散文 是写给男性读者看的 张爱玲的小说 是写给一般市民读者看的 张爱玲的散文 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 张爱玲的散文 都发表在 周作人林语堂 这一派的杂志上 因此是比较知性的 张爱玲的小说 是发表在各种 通俗的杂志上 它是比较市民化的 两者都有成就 但是请注意 她的假想读者 是不一样的 所以张爱玲很有意思 她的小说里面 有很多细细碎碎的细节 流言 可是她的散文不流言 她的散文是想着 重大的理论问题 什么女性的命运 怎么写小市民 什么样才是文学的使命 张爱玲的散文 是谈重大问题的 小说是写小市民的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谢谢徐老师 我们再请一个 Jim 可以吗 K-R-M Jim 可以吗 看不到他 他没有发声 举手没有发声 那我们再请 这个 孙宁 我看 下一下吧 可以吗 那如果我现在 再处理一下 那我有一个问题呢 现在有一个人 能问到了 就是说 您呢 在 在三体的部分 你分析了 前半两部分 时候呢 小说的前两部分 两部分的时候 你说要跳出中国 站在世界的层面 分析问题 他就 这个 听众就问了 你怎么评价 第三部 诚心这个女性人物 诚心也是有关 有人说 她是圣母白莲花人社 让小说烂尾了 这个问题很长 或者说作者 他对这个人物的 故事和结局 就看一看 就是说 刘思欣对女性 角色的这个描写 你怎么看 主要是围绕成心 这个角色 刘思欣写女性 不如他写男的好 他的 我为什么选他的第一 第二部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部 解答了这个文革 跟世界的关系 第二部讲的是 在一个变化的世界当中 中国的地位的上升 以及黑暗森林理论 成为一个价值观 当然这个理论 也是霍布斯的 英国的这个 黎维探的这个理论过来的 这也是决定了 这个三体 可以在全世界翻译流行的结果 第三部呢 其实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爱的极权 成心有极权的能力 但是如果说第一二部呢 刘思欣有点学鲁迅的话 第三部呢 他有点冰心的细胞 重新延续了 这个在两次紧要关头 一次是直见人 接班的时候 后来他又把 维德的那个试验给推迟了 所以呢 成心是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美好 可是他毁了人类的前途 毁了地球的命运 这个从概念上 也是说明作家是想在第三部 在主题上有所提升 当然稍稍有点勉强 另外呢 第三部的情节也太多了 眼花缭乱 没法顾及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三体已经打掉了 只剩下几个军舰在那里了 他还要安排 云天明跟成心 那么仔细的会谈话 还要讲三个童话故事 同学们也没有想一想 那个三体人安排他们的见面 所以我自己觉得三体的前两部 尤其第二部最好 当然我也不能批评 总体上 刘慈欣这部作品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他的确冲破了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 这个中国故事的模式 他挑战了中国故事的一些边界 所以是一个好小说 我们这个作品听众乘CHENG 请提问 徐老师好 能听到吗 听到 我想问关于文学 或者是个人 跟时代的局限性 没了 没了 OK 那这个你已经回答了 个人肯定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 没有一个人会 没有他的局限性 那么了不起的艺术家 了不起的政治家 了不起的思想家 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局限性当中 有所突破 使得不同时代的人 还能感受到 他的力量 最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读鲁迅 你就发现 他等于在评论今天网上的情况 你看鲁迅根本不知道今天的 什么微博微信 可是鲁迅概括的 微博微信上的这些说话的逻切 一模一样跟现在 那这个就超越时代性 张艾琳活在一个更惨的时代 对吧 这个政治上选择又错误 找了男人又是渣男 对吧 可是他的作品能够留下来 今天成为很多人的 净身食粮或者是麻醉药 不管怎么样 他也是有点超越时代性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肉身啊 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叫垂死挣扎 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能够在我们的肉身消失以后 还能够有人阅读 还能够产生作用 这是奢望 这个其实是一种奢侈 那我们看到 的确有人是做到的 我们就敬佩他 我们再 其实还有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但是是因为我感觉 这可能是要个人找答案的 就是我在徐老师的书里 看到徐老师写到的女性作家 一般都会提到 她们对于五四文学的一种反叛 包括她们在爱情中的 这个主导地位之类的 一些角度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稍微需要整理一下 不好意思 那你好 下一个 请那个Niko N-N-I-K-O 你好 徐老师你好 徐老师你的粉丝好像女性多啊 要是男性多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点问题 徐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怎么看待左翼小说呢 就是您的这本书里 关于左翼小说家 好像写的比较少 就是如何评价左翼小说中的乡土内容 对农民的书写 左翼小说家 我里边也不少 你讲的左翼主要是指什么时段 是三十年代 是吧 1927到1936年这个时段 那就是沙丁啊 爱舞啊 叶子啊 叶子啊等等 那我的确是因为这个整个篇幅 你想现在已经弄到一千多页 我不瞒你说 我在完成这个书的时候 我是一遍一遍做减法的 我是把很多可有 也不说可有可无了 就是说有一些 已经有别人代表的作品 我就减少 但是我这几个作家 我其实都是喜欢的 我认为更能够代表 那个时候的左翼的文学的 是萧鸿的生死场 那么当然矛盾 其实也是左翼的作家 这个巴金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左翼的观点 所以 对大概就这个意思 刚才呢 有一个听众呢 菲尔呢 他因为刚才措施一个机会呢 想再问一下 想问您呢 陕西的这些作家群啊 比如说柳青啊 路遥啊 陈中石啊 贾皮蛙 陈炎 他们能不能总结出一个 共同的共性的特征 我估计他可能比较重视陈炎 他就问你怎么看待主角 陈炎的主角 这一幅小说 对我陈炎的作品就没什么好读过 所以完全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 我认读贾皮蛙 我也非常奇怪 为什么这个中国现在 这个八十八零年代以后 最出色的一批作家 都是陕西的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们能够 而且他们互相之间还都认识 还都是朋友 我看了这个 陈中石有一篇回忆柳青 晚年的文章 现在的比较左翼的评论家 把柳青塑造成 十七年最重要的作家 但其实晚年的柳青 已经后悔他当初的 创业史的创作 包括现在的电影 而陈中石的文章是 表达了他对柳青的 尊重和惋惜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 陕西的作家 我还真打不出 我也对这个问题 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这个陕西的 几个作家都出在陕西 还包括陆瑶 对对对 但是我真心喜欢白鹿园 我觉得讲四大名著 他们别的人怎么替换 因为我们的这个当代小说 其实无意当中 在延续四大小说的 传统 那么其中历史演义类 白鹿园是最好 白鹿园是最好 我们有一位普罗斯特 提问 徐老师好 太激动了 非常荣幸 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 作为一个当代的青年人 因为我是一个东北的孩子 然后我也很喜欢双喜淘 然后像东北的一些作家 然后随着就是说 90年代 其实东北的社会功德 衰落的挺厉害的 然后那种亲身经历吧 也是让你会有一种 情绪的情感的一种 障碍与伤痛 如果说你较真一点 或者说你 对所谓的强权的一些问题 比较敏感的话 还是会觉得有些受伤 那么我觉得 我想问的是文学 为什么学文学 怎么学文学 然后是否选择学文学 就是说年轻人 三大位都要回答 年轻人在 因为我那个 看到一个残学 有一本书的名字叫 为了报仇写小说嘛 就是说我们还有没有 所谓的通过文学 来对一些问题去报仇 然后去介入到自己的 对社会问题的一些解释 当中来 然后不那么绝望 今天不是说学文学吧 今天你学文学是 在大学里做评论 另外一个 我理解你的意思 可能是做创作 对不对 就是走创作的路 那 我觉得今天要选择 走文学的路呢 比上一代 就比我们那个时候呢 要更难一点 原因是 王安逸啊 韩少峰 这个阿诚啊 这些人呢 他们年轻的时候 别的事情做不了 只能下乡 所以呢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他们就写小说 哎 居然给写成了 今天的年轻人呢 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可以图理工科啊 可以做服务员啊 可以做生意啊 等等 那 文学相对来说 这个 投资跟回报啊 很不成比例 啊 就像你学画 你说你今天 你的一个家里的兄弟姐妹 说他要去学画 理想是做 或者是做 那你都不大会支持他 因为这个太遥远 所以 也正因为如此 那你今天 在做文学 就更值得鼓励 啊 就也就显得 更崇高了 我反复的说过 文学是一个 垃圾处理器 生活当中 有一段时间 很糟糕 过得很差 你这段 很差的东西 在你的life里边 永远去不掉 只有靠文学 可以把它变成 有用的东西 但对你们呢 这个生活的时代 你没有垃圾时段 你可能都不错 最垃圾就是打鸡了 玩游戏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要不要 从事文学呢 的确是大家 自己来选择 双雪涛 我记得他那个 平原上的摩西 后面有一篇 他的创作坛 写的挺好的 你可以看看 他表达了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要选择做文学 他很多人说 他是写东北工人 我觉得这个是太片面了 他代表的是 下面一代的人 他们的父母 在文革当中 也是受苦的 也是被歧视的 但是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不是干部 所以他们的一生 就是弱者 就是很差 所以子女对他们很不满 所以要用来翻身 或者是报复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建议你去关心一下 双雪涛作品里边的 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每天差不多都有 也许能够造出一些 你的想法和宣泄 是的 老师 我特别喜欢我的朋友 安德烈被骗了 那是什么 文章 他就是对社会很不满的 一个玩世不恭的 这么一个 对 然后我看王德威 然后我买的 麦田出版社的那本 然后我看王德威先生的 那个评论 是说年轻人 当前辈的沦落已成定局 那么年轻人该怎么办 就是走出去 走到更远 广阔的世界去 谢谢提问 我们有很多人排队 纷纷举手 有很多问题 所以呢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呢 尽量简短 给别人的机会 现在我们请那个Kim 刚才呢 他设备出了问题 再次请求举手 Kim请你发言 没开放吗 他是不是信号设备又有问题 这个呢 那我就再另外一个 下一个了 这个是刘明洋 你开放了 请问刘明洋 老师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的 徐老师您好 我最近刚读了您的这本新书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90年代末的时候 出现了一股就是 所谓的那种官场小说 他好像就是在文学史上 对他的解释是 与19世纪末的 晚清谴责小说 形成了某一种 照应的关系 那么我想 您是如何看待的 就是您在这本书中 也提到的官员形象 是除了知识分子 和农民形象之外 20世纪中国小说 最重要的一个形象之一 那么在这个脉络当中 90年代末出现的 这样一股 官场内幕小说 这样一股 可能算是类型文学的创作 有什么 可以放进您 您那个阐释的 这个脉络当中吗 它有什么变化吗 或者说有什么新的特点 就是我有点这个好奇 首先第一个 我没有读过很多 官场小说 所以我的看法 不一定准确 我先声明 我认识这个作者 叫什么王月文是吧 对对对 有他 他是官场小说 但我不认为 现在的官场小说 跟晚清小说 是可以类比的 晚清小说 这个对于整个 这个晚清的官僚制度 是一个很彻底的 否定态度 因为他们的作者 都住在朱介 或者在日本 他也不怕被人抓 所以他对中国 官场文化的揭露 和批判 是后来很多作家 都不如的 而且在文学史上 是被鲁迅胡适 低估的 我个人认为 官场现行记 李博元的文章 讲到了这个买官 跟这个考官的区别 对官员的各种 处境的描写 是研究中国文官制度的 非常重要的文学材料 所以他的文学史价值 是非常高的 现在的官场小说 是一种类型小说 准确的说 是一种通俗小说 现在 八十年代以后 怎么写 基本上 是走了三个 不同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 就是从组织部来的 年轻人开始 后来的乔厂厂 上任记 平凡的世界 这些小说 基本的模式就是 每一层都有官 而每一层都有 好官跟坏官 你记住 最高一层 一定是好官 所以每一层的 这种斗争 典型的例子 就是人民的权利 而人民的权利 最tricky的地方是 他最高的 那个是坏的 不过 那个坏的是 要下台的 所以这个周梅森 是非常聪明 突破这么一个模式 但是还是遵照 这么个模式 第二种写法 是从 卢子涓 高小生 他们开始 到了活着 是典型的代表 就是农民是苦的 但官员呢 是好心 但坏事 官员做的事情 大跃进文革 做错了 但是他们是好人 最典型的 介绍你看 高小生的小说 《成换生上成》 这个是代表了 就是80年代以后 中国作家 在描写官员的一个 主流书写策略 当然官员还有第三种 那就是像 严联克的 受活那样 就是好官 害了老百姓 坏官 反而给民众 带来利益 碰三桶 这个就是比较 另类的一种写法 在这三种写官员的 写法当中 王耀文 他们的官场小说 是比较通俗的第一类 挑战性 一般还不如 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权利 还是在 最同类的作品里面 是写的 最好的 我再重申一遍 我没有看过 很多官场小说 但是 所以我的看法 不一定准 但王耀文跟我说过 他们的一部小说 稿费上百万 是不稀奇的 我们请张天雅提问 张天雅 没有 没有 下一个是 吴同学 吴同学请讲 可能举手太长时间 忘了自己再举手了 这个呢 很多呢 就是 很多的提问的 我先念一个 他呢 就这样子讲 他说这本书 因为我们的时候讲的是 内地的一些小说嘛 他反而是说 你能不能推荐点 港台的作家 他读过 你去看一下 网上查一下 因为我的 这个小说的选呢 其中一个来源 是亚洲周刊 2000年的一个评选 叫中文小说一百强 那么这个中文小说一百强里边 一百部小说 差不多有三四十部 是台湾和海外 香港 所以你在里边去找 随便去数 王文新啊 这个白先勇啊 那个陈印针啊 等等很多很多 更不要讲金庸啊 他们有很多 很好的作家 我们是不是再过五分钟 就 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 好不好 是 吴同学吗 老师好 对对对 我刚才静音没设置好 不好意思 我想请教徐老师 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对现代文学非常感兴趣 也是中文专业的学生 就是我发现 现代文学很多一些大块头的 比如说名著的这些文本 都已经被像您这样的前辈学者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 所以我想请问就是 作为我们当代的这些学生 应该在选哪些方向进行研究 希望您给一些建议 就是我想举例说明一下 就是我的硕士阶段的一个论文 就是研究的创造社的一个 不太那么被大家认识的 一个创造社的作家 因为我觉得选这个 可能能有一些 我个人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但是我 我不确定这样的路 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我之前请教过 另外一个老师 他的意见就是说 你研究他的作品干嘛 意思就是他的作品 思想性和艺术性 好像都不是一流的那样 你说的是谁呀 这个 郑伯奇 夏希的 对 他是跟 我知道 您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想请教一下 徐老师 这个 每个年代 这个研究生的 这个突破方向 都有点不同 我们那个时候 都是从作家论出手 我们比方 陈思合是做巴金的 王晓明是沙丁爱吴的 我做约他书 赵源是老社 钱里群是周作人跟鲁迅 陈兵源是林语堂 几乎每 王夫人是鲁迅 几乎每个人的第一本书 都是研究一个作家 那么这个作家 当然他要是越重要 你的收获也就越大 我们的共同的看法 这个阶段 我们是不后悔的 因为你认认真真的 做了一个作家的全部 你等于把现代文学史 摸了一遍 就大概的情况 你都知道 所以对你以后 你再做什么研究 都有帮助 但是现在 好像新一代的学者 不走这条路了 他们觉得我们那个太老土了 所以我也不敢推荐我的方法 现在的做法呢 就是用一个理论 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 你同样叫郑伯奇 你的本书名字叫 郑伯奇研究 那这个出版社 可能比较不大做 你要来讲 创造社的唯美观 与这个新感觉派 及新浪漫主义之历史关系 然后一横 以郑伯奇 以郑伯奇为中心 或者以郑伯奇为方法等等 现在就流行这一类的做法 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压力 要发表论文 期刊的编辑呢 就对这一类的题目 特别感兴趣 我个人是觉得 你要听我个人的话呢 我是很矛盾的 我告诉你 你为了要急切发表论文呢 你还是要弄一个 你什么为中心 你什么为方法 你什么这个这种写法 但是我觉得 这些只是花里胡哨 只是敲门钻 真正好的做法 就是你做郑伯奇研究 就可以出端书的嘛 郑伯奇研究 马上你看郑伯奇写过 新文学大戏 这个其中一卷的这个稿研 他代表了创造社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的追求 所以创造社在中国现代 文学以及文化当中的历史作用 远远没有得到好好的梳理 所以这个 你这个题目就可以做博士论文 就可以写成一本书 我觉得题目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关键还是你 你看了多少书 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 前后周有学术界 人家在做些什么 你往下去做 创造社是一个研究的挖地 我身为做约达夫的这个作者 这个赵源就批评过我 他说这个我们做现代文学的人 古典文学不行 他说徐子冬 他这个约达夫研究 早期还可以 后来就没见他有多少新的东西 我一看就讲得很对 因为约达夫除了一个 武士的浪漫作家以外 他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 我不懂传统文人 所以你做郑伯齐 没错的 郑伯齐周围还有一堆人 张志平 周全平 尼德 王毅仁 做创造社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挖地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今天我们商务读书会 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 还有很多的听众 有很多问题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来提问 但是时间过得飞快 我们这场读书会 还在Facebook 默库 成新闻 卡会等平台同步播出 我们再向其他平台的朋友们 听众们表示感谢 我们商务读书会 在香港 我们进入了一个向书展冲刺的阶段 我们在书展之后 会重新开会 谢谢 徐教授 非常感谢 在这个疫情 似有 非有 似无 似这样的状态下 能够为大家 做一场精彩的分享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我们可以离开了是吧 对 辛苦了 辛苦了 没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